哈喽大家好,我是波伊,来自马来西亚 目前是一名大学生 读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二年级 我的专项是羽毛球 平时除了日爱运动之外,我喜欢唱歌和创作歌曲 今天是2021年1月1号 也是我21岁的第一天 所以我决定开启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主要想要分享的内容就是有一些体育专业知识 还有Vlog或者是一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这个想法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有 只是一直没有采取这个实际的行动 就一直拖着这个状态 这次因为疫情也打断了很多我之前的计划 就好像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在马来西亚这边读大学的一天 毕竟我一直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出国留学 但是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就待在马来西亚这边上网课 但是等啊等,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就这样子等了一年 回顾这一年,自己确实有一些颓废 好像浪费了一段青春 因为父母都在身边,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所以整个状态就是很HAPPY HOLIDAY 然后很轻松很快乐 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事情应该往好的一方面去想 所以我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就告诉自己这段时间就当着给自己放一段长假休息一下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啦 直到某一天我看到一个影片 他直接提醒了我 等疫情过去是最愚蠢的想法 这个疫情确实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你和我 但是时间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下来 他是不等人的 就好像他也没有问过我 准备好了吗?我就21岁了 虽然现在才领悟这个道理是有一些事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在马来西亚这边也是过得非常的积极 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不同 他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只要你记得永远不要怕迟 我也相信应该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和我一样 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 希望可以影响大家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现在的你是在等着疫情过去 还是努力创造自己的未来 而今天的我也不考虑那么多 选择开启了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喜欢继续做,赶一赶去吧 青春不要留白 反正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9月才能回到北京 but it's ok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没事,我们一起撑过去 想一下疫情给我们带来什么 而不是失去什么 最后,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不定时的登记影片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